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一件事是可以举诊盐水溯口 或者用一些药物的含塑液溯口 把一些病毒旁边的分泌物 确实可以把它清除一步 我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 哪怕用一点白开水也有点作用 所以说我们这个主张可以经常去漱口 那么同时可以用一些含片、含浮 还可以用一些喷喉的制剂 比如说西瓜霜、喷雾剂 还有喉风伞 都能够有效地去缓解 刚在前面的这些治标的问题 中药的辩证治疗是求本 主要是清热解毒这方面的沥烟 这方面的治疗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中药的纹背包衣服 云翘散 加上一些比如说色肝、牛棒籽、山豆根等等 这些沥烟的治疗的药去治疗 比如说这些肤麻地鼻液 或者我们吃一些带一些抗过敏的这些药物 可以有些有限的缓解作用 那么可以我们用一些中药 宣通鼻翘的这些药物 比如说我们就是平时我们给病人这些开的中药 去煎煮了之后 煎煮的时候它冒出那个气去熏鼻子 凉了之后它可以把药给喝了 就是叫做标本监制 有效地缓解这些症状 比如说吃一些止痛药 目前就是这个对异痕胺肌 布洛芬 这些都是解脱症痛的药 可以有效的一些缓解 我们中药的 不通折痛 那么有效的一些穴位按摩 像两冰 两个太阳穴 还是风磁穴 两眼下面的 用一颜像穴 按着这些穴位 都能够多得一段的缓解 它眼珠疼 也是一个病毒 表现一个炎症反应 中医叫做热毒 风热 风热上了 眼睛脏痛 鼻色流鼻涕 这都是我们这个叫 这个轻窍不通 按摩 温敷 这些都能打得 缓解一定的效果 如果眼珠脏痛 又有一点热感 热烫 发烫的感觉 用凉敷 会舒服一些 或者说做眼保健操 这是能达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从中医来讲 头痛 全身酸痛 不一系列症状 可以按摩一下 就是我们按全身的 去俗通吸血按摩一下 是一个效果 有的时候是可以去泡个澡 它也能够缓解一下 一般两三天时间左右 它可能出现这个全身酸痛 比较明显 过了这两三天 它能够明显地缓解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